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就得度了 为什么呢 苦乐是二法 不是佛法 又喜是二法 也不是佛法 统统归了仪 就是佛法了 念佛法的妙处在此地 一切时 一切处 齐心动念 除世待人见物 你要慧念 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合在一举阿弥陀佛上 这个人叫真慧念佛 这个人是真年患人 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正修 日常生活当中 特别是人死环境 要把那个不平的心摸平 这叫真修行 这叫真功夫 我们修净土的人 用什么东西来摸呢 阿弥陀佛 圣经 善缘 阿弥陀佛 逆境 卧缘 也是阿弥陀佛 到阿弥陀佛的平等都摆平了 法子妙却了 所以阿弥陀佛你都会用 你要不会用于是 你平常生活当中还生烦恼 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你会用嘛 无论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 你起先动念 动什么呢 动七情无欲 你就死他脑了 一句阿弥陀佛 统统归到阿弥陀佛里去 把那些烦恼吸气 一扫耳光 这叫真慧念佛 这叫真因修行 这叫真慧用功 弥陀圣号 居足无量功德 用它好啊 统统归到阿弥陀佛 不起心不动念在意 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 行住坐卧 我站在那里 心里头阿弥陀佛 我坐在那里 心里头也是阿弥陀佛 我走着也是阿弥陀佛 躺在那里还是阿弥陀佛 这是净土宗的修行人 一起心动念 离开就紧觉到了 这就觉悟 紧觉到什么 把念头转过来 我们念佛的人转阿弥陀佛 下念阿弥陀佛 我念阿弥陀佛 通通归到阿弥陀佛就摆平 这叫真修行 这叫会念佛 所以念佛你会不会呀 会念这叫功夫 你看把你起心动念 你看把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打掉了 一句佛号取二代之 这就会念佛 念久了呢 念久了的时候 六根在六成经界里 见色纹身就会不执着 不分别不分别 不欺心不得了 不分别不欺心不得了 那就成功了 把这些念头统统压下去 覆下去 别人说赞叹净土阿弥陀佛 毁谤净土阿弥陀佛 我统统回到阿弥陀佛 这就是修净土啊 这是真有功夫的人啊 没有疑惑 没有烦恼 无论遇到什么境界 一句阿弥陀佛就解决了 你看看多方便 禅宗古得常常禁闭人 不怕念习 只怕觉知 念是什么 我念起来 就是念头起来 念头起来 不要害怕 为什么 他已经起来了 怕也无可奈何 怕没出 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是这个念头 一个一个继续挣扎 怕症 第一念起来了 知道了 解决到了 第二念换成阿弥陀佛 换成阿弥陀佛就是倦 所以倦不能止 要倦得快 第一个念头起来 第二个念头就归到阿弥陀佛 就又归到真实存疑 也就是归到一心不乱 什么叫一心不乱 阿弥陀佛就是一心不乱 这个法子妙 这个法子给诸位说 大家修学 不要花钱 不要花工夫 绝对不会上当 不会受人骗 你看都问他 念念觉 时时觉 处处觉 觉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时时念阿弥陀佛 处处念阿弥陀佛 念念都念阿弥陀佛 就对了 无论造作什么 统统都归到阿弥陀佛 穿衣吃饭 日常工作 待人接物 一切都回想给阿弥陀佛 回过头 向着阿弥陀佛 就造这个业 除这个之外 其他的也不造 基伏 什么样造作 统统归于阿弥陀佛 就对了 这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没有遇到阿弥陀佛 以前那不谈了 遇到之后 所有都归于阿弥陀佛 念佛念到功夫成品 你就决定往生 往生极乐世界条件 已圆满居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